是真的是我们刚看到的那些原因 还是像阿美族的人非常关切的说 是对于马拉道太阳神不尊敬呢 其实这个飞机后面本来是彩绘的 结果呢他们说 国防部一下说要把它改改 要涂涂改改改成黑色改成红色的 最后呢黑色的太阳神图腾 可是代表霍氏的才会大获临头 带着红蓝白三色尾烟 秀出招牌动作 看起来超神器 不过在八月底却传出 战机疑似飞行高度太低 竟然擦撞到路旁电线杆 电线杆整个被撞凹 声音大到连住户都吓了一大跳 才刚发生擦撞意外没多久 现在空军又传出两架F5型战机 撞山意外 民众怀疑这一连串事件 其实就是太阳神马拉道生气了 当初在机身尾翼上设计的 红太阳图腾是原住民阿美族的精神象征 还被誉为是最美丽的F16战机 原本是想获得保佑 但今年五月原本红色太阳图腾 却为了要全面采用低速度涂装 军方悄悄把20多架战机 全都涂成黑色 对阿美族人来说 不祥的预兆就一起接一起 黑色就等于这个飞色 当然代表是黑色的一种未来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连结去结识的话 是有一点对守护神马拉道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有些不尽 族人抗议后 国防部下令保留两台红太阳战机 现在其中一台又因为撞山摧毁 焦黑的尾翼 飞官的殉职 族人希望保留谨慎的一台战机图腾 别再激怒这精神象征 中天新闻 廖卫林 游文奇 花莲采访报道